屏東有家素食便當店 被民眾稱讚是真的超級佛心 因為你隨便夾 全部只有一百塊錢 這老闆娘開便當店二十年 天天免費捐兩百個便當 給街友以及弱勢 他早就賠掉了房子 而且還四處去借貸 去年他的兒子以及先生 是相繼過世 他因此發願住人 開始賣百元素食吃豆飽 他無怨無悔 所做的一切呢 都只是為了要紀念兒子 早上七點鐘 便當店廚房準時開火 每天滿滿十幾二十道素食料理 隨便選 隨便夾 就算堆成小山 也不用擔心價格 因為通通只要一百元 前二十名客人 還有八折優惠 老闆娘開素食便當店二十年 就算陪本也心甘情願 她把所有的福分 全都回向給過世的丈夫和兒子 不論當時菜價多少 百元吃到飽的價格不變 老闆娘還免費提供街友和弱勢家庭 每一天最少兩百個便當 早就入不敷出 依舊樂此不疲 做這個素食 以年價來賣 第一因為紀念我兒子 他是喜歡吃素 他就功德歸給他這個樣子 便當店賺得少賠得多 老闆娘為此賣掉房子 甚至四處貸款 但為了守住紀念兒子的承諾 還是會一直堅持下去 記者林安平平東報道